腾讯体育10月29日是,文理建立在宇国安的比赛中,建业外容卡兰加一记投球,为建一球开了胜利的大门。 全场比赛卡兰加收到了对方的重点照顾,在比赛中多次受伤倒地,被对手冲撞,这也导致了他脾脏破裂,腹腔大积血。 今天下午,建业发布官方公告,趁卡兰加的脾脏扎除手术已经顺利完成,中超独贯赔率,上岗费弱优势继续压横道差距缩小蓝分伯仲。 卡兰加与郭全伯张状卡兰加在建业前场的作用明显,在昨日与国安引议制造出多次威胁,同样受到了国安后防线的重点照顾。 比赛第60分钟,卡兰加和雷腾龙争顶受伤,第61分钟,以欧阀出定位球,卡兰加与国安门架挪拳伯张状,卡兰加捂着小腹倒地,显得相当痛苦。 但是在简单治疗后,重新回到场上,而这也是卡兰加在比赛中,被侵犯的一个缩影。 巴索哥卡兰加都在比赛中被铲倒地,卡兰加和国劝博相撞,倒地。 在与国安的比赛结束后,卡兰加在球场上躺了许久拆起身去和队友庆祝,比赛中绿刺冲撞又坚持完比赛。 让很多球迷在得知卡兰加皮脏破裂后,惊叹他再用生命为剑叶保急。 卡兰加的皮脏出血,是在他返回家中之后,疼痛难忍。 凌晨前往医院就医,有相关医护人员爆料,皮脏总出血量达到了2700毫升,相当于五瓶矿泉水那么多,着实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个强人在短时间是血量超过一,500毫升时,就会有生命危险。 卡兰加赛后,庆祝卡兰加加蒙建业以来可谓是命运多准,顶着保加利亚连赛金靴的投号而来,凭借着出色的投球能力和脚下技术在建业站稳的脚跟,出战的八场比赛打入武力进球。 但中期转会而来的卡兰加可谓命运多准,在与苏宁的比赛中,由于不冷静,遭到足节七场竞赛。 客场与贵州的比赛因食物中毒拉肚子缺席比赛,此次遭遇披藏重伤,本赛季已经包销,网上曝光的卡兰加接受治疗图片目前,卡兰加在医院已经进行了披藏再出手术。 由于发现及时,手术顺利,卡兰加并没有生命危险,一个用生命在帮助球队保级的球员,也同样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国安俱乐部也对卡兰加送上了祝福,祝卡兰加早日康复,早日重返赛场。 国安球员雷腾龙同样表达了关怀,刚刚得知卡兰加做了手术,比赛的时候注意力都在球上,不知道情况这么严重。 好在手术顺利,同类职业球员,希望卡兰加早日康复。 重回赛场,建业官方公告建业俱乐部的球员陈浩,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对卡兰加表示了敬佩。 卡兰加是展示,昨天被顶伤后,不止一次和伊沃说他完成不了比赛,随后他打进一球又击完了全场。 感动,加油,建业,祝卡兰加早日康复。 国安俱乐部为卡兰加送上祝福消关阅读建业营球工程被抓披脏破裂腹腔积血,已完成手术,付出时间为之建业两年六帅。 不变的是,征扎保级一亿人的足球冒只生情怀。